这个视频我们来聊一聊道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 庄子和他的自由 庄子名周 自子修 战国时期道家代表人物 也是著名的思想家 哲学家和文学家 身处人人争权夺利的战国乱世 庄子却十分鄙视名利而热爱自由 他每天要么看看书 要么钓钓鱼 或者弄两个大葫芦到湖上去乘风游行 他还写出了一部精妙绝伦的著作 庄子 这部著作令许多读书人爱不释手 连唐玄宗也格外喜欢 称其为南华真经 把庄子叫做南华真人 可快活的庄子其实生活很贫穷 庄子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庄子家里已经几天接不开锅了 就去找尖和侯借米救急 尖和侯说 好啊 过两个月等我把百姓的税收了 借你三百斤如何 鸡肠鹿鹿的庄子哪里等得了两个月啊 听到尖和侯这话 庄子怒气冲冲地说 昨天我在来的路上 听见有人喊救命 回头一看 只见一只富鱼 奄奄一息躺在车轮压出的叶里 富鱼说 我是来自东海的鱼 您现在有没有一生水来让我活下去啊 我说 行啊 我现在要去南方游说五月 等我成功以后就开挖沟渠 把西江的水引过来救你 怎么样 富鱼气的脸都变了色 说 我失去了海水的环境快要死了 只要一生水就能活 照你这样说 还不如早早到卖鱼干的铺子里去找我呢 庄子把自己比喻成河哲之父 干涸的车印里的小鱼 也就是在困境中期待救援的人 若此时有人来找他做大官 他会不会答应呢 庄子记载 庄子正在浦水边钓鱼 楚国的两个大臣来了 毕恭毕敬地请他去做官 庄子拿着鱼干 头也不回 说 我听说 楚国有一种神龟 死的时候已经有三千岁了 国王用锦段包好以后放在竹侠里 珍藏在祭祀祖先的宗庙上 你们说 这只乌龟是宁愿死去以后 留下骨头让人珍藏呢 还是情愿活着在烂泥里咬尾巴呢 两个大臣回答说 当然是活着在烂泥里咬尾巴了 庄子于是说 请回吧 我也更愿意活在烂泥里咬尾巴 这就是庄子的态度 他认为做了官 就成了供奉在宗庙里的骨头 任人摆布而失去了活着的意义 自由地活着才最重要 我们再看一个故事 你就明白了 惠子向良 庄子往见之 或为惠子曰 庄子来预待子相 于是惠子孔 搜于国中三日三夜 或有的人 相做宰相 国中 国都之中 庄子的好朋友 惠子 在卫国做宰相 庄子千里迢迢去看望他 有的人就对惠子说 庄子这次来啊 是要取代您做宰相呢 于是惠子十分惊恐 派人在国都中搜捕庄子 三天三夜都没有抓到 后来 庄子见到惠子就说 你知道吗 南方有一种鸟叫鸢除 那鸢除从南海出发 飞到北海去 路上不是清洁的梧桐树 不栖息 不是竹子的果实 不吃 不是干美的泉水 不喝 这时一只猫头鹰 吃到一只腐烂的臭老鼠 渊厨从他面前飞过 猫头鹰仰头一看 赶紧大吼一声 哎 现在你也想用你的梁国 来吓我吗 说完这话 惠子羞得满面通红 半天说不出话来 你看 庄子把自己比喻成那只 极爱清洁的渊厨 而惠子的宰相之位 对他而言 简直就是一只腐烂的臭老鼠 润爱自由的庄子 就是这样的 鄙视功名利禄啊 除了不去做官 庄子对自由 有没有更高的追求呢 下个视频 我再来告诉你 现在 快去答题想金币吧